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哇 看到很多年輕人 看到很多年輕人 越來越多 好像我們年輕人越來越多 全部坐滿了 這邊 這邊船都坐滿了 本來 我們是年輕人 OK 好 我們是年輕人 他就是年輕人 OK 我們年輕人比較接近 Senior 感謝你 哇 非凡都很年輕 怪知 好 我們來看馬可福音第三章 我們來看馬可福音第三章 第一章我們講到福音的起頭 第一章我們講到福音的起頭 耶穌是福音的起頭 耶穌是福音的起頭 昨天我們提到耶穌 跟隨與眾不同的耶穌 昨天我們講到跟隨與眾不同的耶穌 那是第二章 那是第二章 耶穌是福音的起頭 耶穌是福音的起頭 祂是與眾不同 祂是與眾不同 所以我們跟從的是這位與眾不同的主 所以我們跟從的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主 祂是與眾不同 我們跟隨祂 我們亦都是與眾不同 祂是與眾不同 我們跟隨祂也是與眾不同 就是說我們如果我們跟從舊有的 就如果說我們是跟從舊有的 跟從大眾的 跟從大眾的 人家講什麼你就講什麼 人家講什麼你就講什麼 你就不是跟從耶穌 你就不是跟從耶穌 這件事很重要 這個是很重要 昨天我們沒有講 昨天我們沒有講 就是你會跟很多人都不一樣 你會跟很多人都不一樣 如果你真的跟耶穌 如果你真的跟耶穌 你沒有可能跟世界一樣 你沒有可能跟世界一樣 耶穌是跟世界很不一樣的 耶穌跟猶太教是很不一樣的 耶穌跟猶太教是很不一樣的 耶穌跟民事法律出人都很不一樣 耶穌跟文事法律出人都很不一樣 也因為祂不同 所以祂不被接纳 所以祂不被監纳 不被舊的宗教去接纳 不被舊的傳統去接纳 被舊的傳統接纳 所以我們跟從耶穌其實很危險 所以我們跟從耶穌其實很危險 因為你真的跟耶穌的話 因為你真的跟耶穌的話 就是與世界不一樣 就是與世界不一樣 耶穌面對世界的排斥 那耶穌面對世界的排斥 面對很多的壓力 面對很大的壓力 我們同樣也會 那麼我們同樣也會 如果我們要在世界很舒服 如果我們很想在世界很舒服 我們就不是在跟耶穌 那我們就不是在跟耶穌 如果我們要求很舒服 如果我們要求很舒服 我們卻是失去了最寶貴最寶貴的 我們卻是失去最寶貴最寶貴的 其實也是一個選擇 那也是一個選擇 文士法利塞人和很多人都選擇了舊友 文士法利塞人還有很多人都選擇舊友 但是如果你是一塊新的布 但是如果你是一塊新的布 你就不會是將這個新布 補在這個舊的衣服上 你就不會把這個新布補在舊友上 你就必定是一件新的衣服 你必定是有一件新的衣服 如果你是新的酒 你就必定是用新的皮袋來裝載 你必定會用新的皮帶來裝載 最舊的原有的世界的東西 是裝不到我們 所以舊友的原有的世界的東西 其實裝不下我們的 換句話說深入一點 他們容不了我們 就是換句話說 他們容不下我們 他們容不下我們 我們這樣都走了十幾年 我們這樣走過來十幾年 因為我看到我們這麼多年輕的弟兄姊妹 今天看見我們這麼多年輕的弟兄姊妹 都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還有我們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這樣去跟從耶穌 這樣來跟隨耶穌 其實我們得到最寶貴的 其實我們得到最寶貴的 我們真的與世人不一樣 我們真的與世人不同 與一般的宗教不一樣 與一般的宗教活動不一樣 甚至基督教很多一些 我們不明白現在正在跟著的傳統 是我們出了來 甚至在基督教裡還在跟隨傳統的 我們已經出來了 傳統不一定是對的 傳統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傳統也有很多很寶貴的東西 當然傳統也有很多很寶貴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是把過去的傳統都不要 我們不是把過去的傳統都不要 我們會思想 我們會思想 我們要跟隨耶穌 我們是要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要跟隨耶穌 是要付代價的 年輕人我們是要付代價的 年輕人我們是要付代價的 我們整個的生命都不一樣 我們整個的生命都不一樣 眾人都是往東的時候 眾人都往東去的時候 我們好像阿伯拉罕一樣是往西 我們好像亞伯拉罕要往西 走神要我們所走的路 走神要我們走的路 心存誠實來跟隨他 就是對神的心意說Amen 就是對神的心意說Amen 今天我們來看第三章 今天我們來看第三章 第三章我給他的題目是 神的國開始了 第三章我給他的題目是 神的國開始了 不是神的國開始了 不是神的國開始了 是神的國開始了 神的國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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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WOW 因為耶穌來了 WOW 因為耶穌來了 耶穌是福音的開頭 耶穌是福音的起頭 祂是神的兒子 祂是神的兒子 祂是基督 祂是基督 基督已經來了 基督已經來了 祂就帶下神的國 祂就帶下神的國 神的國開始了 神的國開始了 是何等的興奮 但是也都是何等大的爭戰 那也是何等大的爭戰 因為與舊的角度爭戰 因為與舊的角度爭戰 因為與魔鬼的角度爭戰 是因為與魔鬼的角度爭戰 這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這是一個好消息 是福音的開頭 是福音的開頭 是一個開始 是一個開始 是一個好消息 是一個好消息 福音 神的國就從耶穌開始了 神的國就從耶穌開始了 Amen 我們第三章 我就是從這個亮光來看 在耶穌的身上 開始了神的國 我從第三章 就從這個亮光開始看 在耶穌身上就開始了神的國 神的國從耶穌開始了 或者說神的國從耶穌開始了 我們先看第一至十二節 我們先看一到十二節 耶穌進入了會堂 耶穌進入了會堂 會堂面有一個人的手 呼乾了 在會堂裡面有一個人 呼乾了一隻手 就是皮包骨 就是皮包骨 骨也乾了 肉都乾了 肉也乾了 就是整隻手是沒有感覺的 不能動的 那隻手是沒有感覺的 沒有不能動的 可能就是這樣 一路這樣 可能就是在這樣 而且沒有肉的 而且是沒有肉的 明白嗎 有灰光的手 一隻枯乾的手 這樣開不了 不能開的 那眾人要虧探耶穌 那眾人要虧探耶穌 因為耶穌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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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些事情 說些事情 他所做 他所講 跟別人不同 當然是不同 他是基督 他是神的兒子 當然他是不同的 他是神 他是基督的兒子 如果耶穌做的 跟一般人一樣 他就不是基督 如果他講的 跟一般人一樣 他就不是基督 他在 就是眾人 就要虧探 他在安息日 究竟要不醫病 眾人在虧探 到底在安息日 他可不可以醫病 其實他們的心 就是要控告耶穌 要殺耶穌 其實他們先要控告耶穌 要殺耶穌 耶穌看見他們這樣 那耶穌看見他們這樣 耶穌就露目周圍 看他們 憂愁他們的心光眼 耶穌就露目周圍看他們 憂愁他們的心光眼 其實耶穌知不知道他們 叫他醫這個人的動機 其實耶穌知道他們 要試探他的動機嗎 知道 所以耶穌很生氣地看著他們 所以耶穌很生氣地看著他們 他的心很憂愁這些人的光眼 他的心是很憂愁這些人的光眼 其實神的光眼都開始了 其實神的光眼開始了 耶穌來也要開始神的光 耶穌來要開始神的光 但是他們的心卻是光眼 光眼的意思是 不接受他是神的兒子 不接受他是基督 光眼的意思就是 不接受他是神的兒子 他的心光眼的意思 就是他們拒絕神的光度 他們的心光眼的意思就是 他們拒絕神的光度 他們卻是要來控告殺害耶穌 耶穌要開展神的光 他們卻來控告 來殺害耶穌 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擁有群眾 為了自己擁有群眾 他們要把耶穌排除出去 他們要把耶穌趕出去 要棄住他 要殺他 要弃絕他 要殺他 所以耶穌是一方面很生氣 所以耶穌一方面很生氣 他這樣看著他們 但其實心裡很憂愁 他們是拒絕神的光 但同時心裡面很憂愁 他們拒絕神的光 但是耶穌為了要讓他們看到 但是耶穌為了讓他們看見 神的光是臨到 神的光是有能力 神的光是有能力的 希望他們可以改變 希望他們能改變 所以耶穌就對那個 敷手敷光的人說 伸出你的手來 耶穌就對那個手 枯乾的人說 伸出你的手來 伸出來 他把手一伸 就服完了 他把手一伸 手就服完了 耶穌叫他伸手 耶穌叫他伸手 他的手本來伸不到 他原本他的手伸不出 但耶穌說伸出手來 耶穌說伸出你的手 他的手就伸出來了 立刻伸完 立刻伸了圓 一伸出來 一伸出來 哇 血就衝了 那血就通了 肌肉就柔軟了 肌肉就柔軟了 骨頭就伸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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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骨就活動了 根骨就伸完了 就可以活動了 好像耶穌結書一樣 好像耶穌結書一樣 腹骨就復活了 枯乾的骨頭就伸完了 立刻有生命的氣息 馬上有生命的氣息 耶穌一講 話語一出 話語一出 這個人有信心 這個人有信心 他就領受 他的手就伸完 他的手伸完是一個記號 他的手伸完是一個記號 是什麼記號 等一下我們會講 但是當法利塞人他們看到這樣的神跡的時候 但當法利塞人看到這樣的神跡的時候 法利塞人就出去跟希律一黨的人商議 要怎樣除滅耶穌 法利塞人就出去與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希律一黨的人就是他們有政治背景的 希律一黨的人就是有政治背景的 他們是跟隨希律的 他們是跟隨希律的 擁護希律的 就是擁護羅馬的政權 就是擁護羅馬的政權 但是法利塞人他們原本是反對羅馬的政權 那法利塞人原本是反對羅馬的政權 就是這兩幫的人 那這兩幫的人 原本是 就是 勢不兩立 原本是勢不兩立的 法利塞人很看不起這些希律黨人 法利塞人是看不起希律黨人的 但是他現在跟這些人聯繫 但是他們現在卻聯繫在一起 他聯繫次要的敵人打擊最主要的敵人 就是耶穌 那就是耶穌 他們把耶穌當為他們最大的敵人 他們把耶穌當為最大的敵人 甚至放下政治的意見立場 甚至放下政治的意見立場 放下他們宗教的立場 其實完全為了私人的利益 其實是完全為了私人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權益 權益 他們要殺耶穌 所以就去尋求政治的勢力來殺耶穌 所以他們尋求政治的勢力來殺害耶穌 是耶穌的處境 這是耶穌的處境 但是我們再看這裡 很有意思 我們再看這裡就很有意義 第七節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 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或許多人聽見他所作的大事 就從猶太耶路撒冷以土埋約旦河外 並推羅西對的四方來到他那裡 第七、第八節是我今天所領受的瑞瑪 第七、第八節是我今天所領受的瑞瑪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最後我會再回來這兩節 最後我就回來這兩節 但這裡先提一提 那這裡先提一下 就是聖經第一次記載 耶穌和門徒 聖經第一次記載 耶穌和門徒 四福音 就是四福音裡面第一次記載 來到第三章 耶穌和門徒 來到第三章就是耶穌和門徒 前面都是耶穌走的 前面都是耶穌走的 門徒跟著就跟著其他的記載 不會說耶穌和門徒 不會說耶穌和門徒 就是現在是耶穌帶著他的門徒 所以這裡是第一次講 耶穌帶著他的門徒 他們一起 就因為法利塞人 希律黨人這樣要殺害他們 第一 他們在一起 因為希律黨 法利塞人要殺害耶穌 於是他們就退到海邊去 於是他們就退到海邊去 很多人從加利利 從各方面 甚至約旦河外 從外邦這樣來跟隨耶穌 很多人從加利利 從約旦河外 並推羅西頓來跟隨耶穌 推羅西頓 即是尼巴嫩的地方 推羅西頓 就是現在尼巴嫩的地方 約旦河外 就是約旦的地方 約旦河外 就是約旦的地方 其實鄰國的人 聽到 都來跟隨耶穌 這裡所提到 聽見他所做的大事 這裡提到 聽見他所做的大事 突然出現一個大事 突然出現一個大事 前面講到耶穌 他是 醫治好那個坦子 前面講到耶穌醫治好了那個坦子 四個朋友把這個坦子 四個朋友把這個坦子 從房頂水下去 耶穌醫好了他 耶穌是有赦罪的權柄 耶穌有赦罪的權柄 耶穌在這個地方 在安息日後 要醫治好這個首呼乾的人 在這裡安息日的時候 耶穌醫好在枯乾的時候 周圍的人 甚至住在外邦的人 他們都聽到這個大事 那周圍的人 甚至住在外邦地方的人 都聽到這個大事 聽見他所做的大事 聽見他所做的大事 這裡的大事是指什麼呢 這裡的大事指什麼呢 大事是什麼意思呢 大事指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大事 這個大字 這個大事 這個大事 其實原文是 是 原文是 原文叫做 不是 as great as as great as as good as 但是它是散留了great 它是把great 即是那個great 是understood 大就是原文被人明白的 是不需要寫出來的 是不需要寫出來 大家都明白的 譬如我们说Favor You are such a good boy 然后比如说我们叫Favor 你好棒哦 我们不是说Favor You are a good boy 这样不对 我们不会说 你们Favor is a good boy 你这样子跟他想 你是 a good boy 怎样good呢 You are such a good boy 那你就要形容他 You are such a good boy Such a good boy 就是好到很好 就是很好的意思 就是怎么样好法呢 就是我没有说到的 但是你做了很多好事 我没有指出怎么好 但是我就赞叹那个好 就是英文来说 才合文化 那英文才合文化 You are a good boy 是不对的 那不会说You are a good boy You are such a good boy 才对 You are such a good boy 那才对 就是说你好到这么好了 你就这么好 所以你又发现大事的意思 所以这里发生大事 耶稣你做了那样那样 很大很大的事 耶稣你做了那个很大很大的事 就是那个事 就是那个事 那样事指什么呢 那个事指什么呢 表面上就是医好这个人的手 表面上好像就是医好这个人的手 他医好坦子 那医好了坦子 还有呢 很多人来找他都得着医治 很多人来找他都得着医治 在第二章里面都有的 那在第二章也有 就是讲到他的社罪 讲到他的社罪 他的教育很多人得医治 讲到他叫很多人得医治 还有第一章 还有第一章 第一章第三十四节 一章三十四节 耶稣自好料许多 害各样病的人又说出 许多鬼不许鬼 说话因为鬼正识他 耶稣治好了许多骇各样病的人 又感受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就是讲到耶稣所做的很多的大事 讲到耶稣所做的很多的大事 那这些大事又是指什么呢 那这些大事又指什么呢 其实这一个手是得医治 枯干的得医治 毯子可以起身 手枯干的可以得医治 毯子可以起来 这些是天国的记号 神国的记号 这些是晒的 当耶稣人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 就是知道神的国要想过 当耶稣人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 就知道神的国将领 所以大家呢 都是一看到 这些就是圣经旧里面所讲的 神的国 临到尼采亚来到尼采亚要做的事情 大家要看到就知道 这个是旧约里面讲到神国要领到弥赛亚 弥赛亚所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听见他所做的大事 所以他们听见他所做的大事 就是神的国的记号 那是指神国的记号 那一切的事情 那一切的事情 尼采亚要做的事 就是神国要领到的记号 他们就周围出来跟随耶稣 他们就周围出来跟随耶稣 来找耶稣 多人多得不得了 人多得不得了 虽然在海边 虽然他正在海边 他们原本想隐藏 原本他们想隐藏 因为那个敌党势力太大了 因为敌党的势力太大了 那些希律党人都要尋索他的命了 甚至希律党的人也要做他的命 所以耶稣就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所以耶稣就跟门徒退到海边去 但是很多人听到耶稣所做的事 就用来四围八方来跟他 但是很多人听到耶稣所做的 其实大家的心中都会说 天国临到了 天国的大事发生了 天国的大事发生了 我给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小标题 就是神国大事发生了 我给一到十二节的小标题 就是神国大事发生了 大家都来到耶稣那里 于是耶稣就上了小船 耶稣就上了小船 免得被人涌进 免得被人涌进 他在一个地方就治好许多的人 他在那个地方就治好了很多人 所有人的病都得医治 很多的病都得医治 凡有灾病都擠进来要摸他 凡有灾病都擠进来要摸他 这里的意思就是 这些人都进天国了 意思是这些人都要进天国 他们都来跟随耶稣 他们都来跟随耶稣 因为他们知道天国的事发生了 因为他们知道天国的事发生了 天国已经来了 天国已经来了 他们就来找耶稣 他们就来找耶稣 他们凭着这个信心 他们就完全得医治 他们就凭着一个信心 他们要得医治 神的国是临到他们 就是神的国要领导他们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的灾病都得医治 所有灾病都得医治 而且他们很想摸耶稣 因为他们也很想摸摸耶稣 因为知道耶稣有能力 因为知道耶稣有能力 他们都习惯地摸 他们是习惯这样摸的 为什么呢 陀拉是生命书 陀拉是生命书 他们每个信徒都习惯摸这个陀拉 每个信徒习惯摸这个律法书 摸这个律法书 律法书对他们来说是生命书 所以摸这个生命书 他们就得着生命 他们摸这个生命书就得到生命 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成全律法 耶稣才是真正的生命书 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设立生命书 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设立生命书 凡吃生命书是果子的 他就得着生命 他就得到生命 就必永远活着 耶稣才是那个生命 耶稣才是那个生命 他们就想摸这个生命 他们就很想摸这个生命 他们就相信必定得着生命 他们就相信必得着生命 乌鬼也都在那个地方 看见神的儿子 乌鬼在那个地方也看见神的儿子 就喊叫你是神的儿子 就喊叫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又用权命叫他们不准说 耶稣就用权命吩咐他们不要讲 叫他们哑口 因为如果乌鬼这样讲 耶稣就不可以继续传道 耶稣就不可以继续传道 那些反对的势力又更多 那些反对的势力就更多了 我们来到第二段 十三节至十九节 我们来到第二段 十三节到十九节 神国门徒产生了 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上山随自己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把他们和自己常同在 也要猜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命吩咐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叫他们缠和自己同在 也猜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命赶跪 这里的重点不是使徒 这里的重点不是使徒 在马太福音就是讲使徒 马太福音就讲使徒 在这里就叫十二个人来 随着自己的意思 就叫了十二个人来 这里随着自己的意思 就叫了十二个人来 耶稣他是知道一切 耶稣他知道一切 所以他叫了 选了这十二个人 耶稣就选了这十二个人 随着自己的意思 随着自己的意思 就叫这十二个人 就叫了这十二个人 就设立这十二个人 就设立这十二个人 设立这十二个人 常与自己同在 设立这十二个人 常与自己同在 然后也要猜他们出去传道 然后也猜他们出去传道 又给他们权命赶跪 也给他们权命赶跪 就是耶稣是将天国的权柄 是给这十二个人 耶稣把天国的权柄 给这十二个人 众人都想摸耶稣 众人都想摸耶稣 耶稣只有一个 但耶稣只有一个 所以耶稣要设立十二个 所以耶稣设立十二个 这十二个人 耶稣将他的权柄给他们 这十二个耶稣把他的权柄 又猜他们出去 也猜他们出去 又让这十二个人 常常和他一起 也让这十二个人 常常和他一起 从耶稣来领受 从耶稣来领受 如何戴下神的国 从耶稣领受神国的权柄 并且接受猜遣 并且接受猜遣 耶稣猜他们出去 就给他们恩赐 给他们能力 耶稣猜他们出去 就给他们恩赐 给他们能力 这里说有十二个人 为什么是十二个人呢 其实十二就是代表国家的意思 十二个人就代表国家的意思 就是代表政权 十二就代表权柄 就是十二个人 耶稣设立十二个人来代表他 耶稣设立十二个人来代表他 就是耶稣他是设立一个政府 属灵的神国的政府 属灵的神国的政府 这十二个人常常跟他一起 这十二个人常常和他一起 并且被他猜遣 并且被他猜遣 他又得着权柄 他又得到权柄 这群人得到权柄 代表耶稣 他将神的国更大的 是全帝降临到大地里面 将神的国更大的来降临 全帝到全国 用十二个人的意思 就是表达神的国的意思 有十二个人的意思 就是代表神的国的意思 有少少值得提的呢 这里有提一点的 这里分为三批人 这里分成三批人 先是三个门徒 先是三个门徒 彼得 亚哥 约翰 这三个门徒分别 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 都有铸脚的 这三个门徒 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 都有铸脚的 西门耶稣有吸引起名叫彼得 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西比泰的儿子亚哥 亚哥的兄弟又有银子 两个人起名叫班里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那西比泰的儿子 亚哥和亚哥的兄弟 约翰就给他起 两个人起名叫班里奇 这里三个人 耶稣都为他们起名 那这三个人 耶稣都为他们起名 按照他们的特性 按照他们的特性 按照他们的生命 给他们起名 那另外呢 就是有 八个 另外就有八个 另外八个就是 安德烈开始 那从安德烈开始 分裂岛的西门 到分裂岛的西门 那这里有八个人 又是一群的 那八个人又是一群的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介绍 就是他们的名字了 就没有特别的介绍 就是他们的名字 没有为他们改名的 没有为他们改名 那另外呢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犹大了 那另外最后一个 就是犹大了 麦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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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三章已经讲了 约翰福音第三章已经讲了 而不是去到最后才讲 而不是去到最后才讲 这里分为三类人 这里分成三类人 其实这三批的人 都是耶稣所爱的 其实这三批的人 都是耶稣所爱的 耶稣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耶稣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选了这帮人 包括犹大 包括犹大 前面那一批 那三个 第一批的三个 耶稣都知道他们的脾气 耶稣也知道他们的脾气 知道彼得都很难搞的 知道彼得是蛮难搞的 常常就带头 是讲些不对的东西 常常带头说一些不对的话 但是耶稣都选他 但是耶稣还是选他 中间那八个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中间那八个 没有什么特别 耶稣又选他 耶稣又选他 这里有一个犹大要卖耶稣的 这里有一个犹大要卖耶稣的 耶稣一看犹大 耶稣一看犹大 他的心就难过 将来你要买我 将来你要买我 就是你要买我 从头一天开始 从头一天开始 耶稣知道这个人要买我 耶稣就知道这个人要买我 但是耶稣都爱他 耶稣还是爱他 都选他 还是要选他 中间你买我 中间你要卖我 我都选你 我希望 我盼望 我盼望 我继续牧养你 有一天到了那一刻 你可以得胜 跟随与众不同的主 而不是跟从世界 耶稣对他仍然有盼望 耶稣对他仍然有盼望 这个就是耶稣的慈心 这个就是耶稣的慈心 他的kindness 他的love 他的爱 在这里我都跟我们小祖长会讲 这里我跟所有的小组长讲 在你的门徒 你的祖元里面 在你的门徒 在你的祖元里面 可能都有这三批人 可能也有这三群人 有三个是很贴心的 有三个是很贴心的 但是又常常顶心顶肺的 又常常顶心顶肺的 甚至去到 有时候耶稣和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甚至耶稣有一次跟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 他们有时做些事都不明白 有时候他们做的事情 是不必要的 让你生气的 还有八个 还有八个 这八个是乖乖排的 这八个是乖乖排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话讲 就是很乖的 就是很乖的 你考虑他又不合格的 但是你给他考题 他又不及格的 是不是 就是 保五千人的时候 他们不是考他的 耶稣不是考他们的 为要保五千人的时候 耶稣就给他们考题 就要考他们了 甚至多玛很多怀疑的 多玛也很多怀疑 耶稣都选择他 耶稣都想他 还有一个要卖的 要出卖他的 对你好不好 对你很不好的 现在就很好 现在好像很好 但是耶稣很重用他 但是耶稣很重用他 把钱交给他 其实知道这个人贪钱 但是知道这个人贪钱 但是耶稣 都给他管钱 耶稣还是让他管钱 信任他 信任他 希望可以改变他 希望可以改变他 这个是耶稣的心 那这个是耶稣的心 我们作为天国的门徒 我们作为天国的门徒 我们作为天国的小组长 神国的小组长 我们作为神国的小组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肠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肠 所以门徒中言 犹大要出卖耶稣 耶稣都带他 所以中言犹大要出卖耶稣 耶稣还是选他 带他 纵然彼得不认耶稣 纵然彼得不认耶稣 耶稣都爱他 耶稣还是爱他 甚至是吩咐人去找他 甚至吩咐人去找他 但是在这十二个人里面 但是在这十二个人里面 这十二个人都常常与耶稣同在 这十二个人常常与耶稣同在 耶稣就设立他们就要这样 耶稣设立他们就要这样 又被决兵他又差弃了 给全兵给他们又差弃了 但是耶稣有特别的 与你三个心爱的门徒同在 但耶稣也特别与这三位 亲爱的门徒同在 他不会与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他不会与每个人都一样的 其实哪些人很想 他就是多一点跟那些人一起 所以你现在是很想的 他就多于他们一起 所以你带门徒也都不是十二个人 完全平分 所以你带门徒也不是十二个人平分的 有些是暂时放下的 有些是暂时放下的 有些是你特别多一点给他营养 给他时间 但是每一个人你都要爱他 但是每个人你都爱他 这里是小小一个分题 这里是小小一个分题 这里讲到神国的门徒是产生了 这里讲神国的门徒产生了 神国就是十二个人 就是十二个人 神国的门徒是十二个门徒产生了 神国的门徒是十二个门徒产生了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 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段 二十节至三十五节 二十到三十五节 神国确立了 神国确立了 神的国确立了 神的国确立了 其实这个确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争战 那确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战 受敌要无神的国 守敌要摇动神的国 神国大事发生了 神国大事发生了 耶稣与众不同 这个与众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大下神的国 这个与众不同的人 代下神的国 神的国发生了 神的国发生了 大事发生了 神国大事开始发生了 神国的大事开始发生了 发生之后 耶稣还设立了十二个人 成为神国的门徒 显示神国政权的存在 显示神国政权的存在 看到这十二个人 就是神的国在了 看到这十二个人 就知道神的国在了 继续 其实就是神的国被确立了 接下来就是神国被确立了 但是怎样确立呢 怎样确立呢 神的国门徒 天国门徒在这里 天国门徒在这里 神的国在这里 大事在这里 神的国发生了 耶稣带来这一切 耶稣带来这一切 但是仇敌怎样呢 但是仇敌要怎么样 仇敌不甘心 仇敌不甘心 仇敌是撞击这个神的国 仇敌是来撞击神的国 其实也是神的国 介入了撒旦的国度 也是神的国介入撒旦的国度 在撒旦的国度里面 将那些原本被撒旦核制的人 拉了出来 在撒旦国度里面 把原本被撒旦狭制的人 拉出来 凡有信心的愿意跟随的 凡有信心的愿意跟随的 好像第七第八节那样 他们听见神国的大事 那听见神国的大事呢 这些人就从四方八面被吸了出来 这些人就从四方八面被吸出来 就进入神的国 就进入神的国 他们完全得到医治 他们完全得到医治 就是神的国进入了撒旦的国 神的国进入撒旦的国 把这些人拉出来 在黑暗的大地 在黑暗的大地 撒旦所核制的大地 去撒旦的角度里面 确立了神的国 在撒旦在黑暗挟着的国度里面 他确立了神的国 以耶稣为中心 以耶稣为中心 还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一帮的人 还有一群人 神国的大事在这发生 神的国大事在这发生 神国的门徒在这产生 很多人来跟随 很多人来跟随 仇敌要怎么样 撒旦的角度包围着神的国 撒旦的国度包围着神的国 来撞进来 摇汉神的国 你看到是第二十节 去到第三五节 就是撒旦要摇汉神的国 二十二一节就是 讲到耶稣入了屋子 二十二十一节 讲耶稣进了屋子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着他 耶稣的亲属听见 出来要拉着他 他在屋里面聚集 不断地讲神国的真理 他在那个屋子里面聚集 不断地讲神国的真理 讲到饭都来不及吃了 讲到连饭都来不及吃 但是呢 有人就告诉他的亲属听 有人就告诉他的亲属 就是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就出来要拉着他 出来要拉着他 因为大家都说 耶稣发了神经病了 癫狂 因为有人说 耶稣已经癫狂了 他们就觉得耶稣真的是癫狂 他们就觉得耶稣真的是癫狂 于是 耶稣的弟弟们 弟妹 耶稣的弟妹们 就出来 就出来 拉他 拉他 大哥 回家了 走啦 不要再在那里癫狂了 大家都说你癫狂了 不要这么危险 大哥 回去吧 不要再发疯了 人家就说你疯了 而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就说 这个是被别西部付着的 靠着鬼王讲鬼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 他是被别西部负责 在耶路撒冷 宗教的权兵 派了人来 耶路撒冷宗教的权兵派人来 其实是阴差大臣 那是阴差大臣 就来决定耶稣是谁 那就来决定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耶稣是靠着鬼王 别西部讲鬼 他们就做了决定 耶稣是靠着别西部 鬼王赶鬼 因为连鬼都说 这个是神的儿子 因为连鬼都说 这是神的儿子 所有人围着耶稣的人 他们都得着医治 所有的人围着耶稣都得着医治 是神的国临到 是神的国领导 但是他们就说 这个是撒旦的国 但是他们却说 这是撒旦的国 因为他是靠着鬼王做事 因为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他们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当耶稣是被鬼扶着 他们是当耶稣是被鬼扶着 靠着鬼王来建立这个国度 靠着鬼王来建立这个国度 他们要勇恨神的国 他们要勇恨神的国 就说这个是一个撒旦的国 就是说这是撒旦的国 耶稣有三个回应 耶稣有三个回应 他说撒旦 怎能说出撒旦呢 第一 撒旦怎能赶住撒旦呢 一个国家自相纷争 哪个国家自相纷争呢 那国就站立不住 你说我是撒旦的国 你说我是撒旦的国 周围又是撒旦的国 周边又是撒旦的国 怎会一国自相纷争呢 怎么一国自相纷争呢 你说我靠着魔鬼来讲鬼 你说我靠着魔鬼赶鬼 魔鬼怎么会讲魔鬼呢 魔鬼怎么会赶魔鬼呢 如果魔鬼都讲魔鬼 撒旦的国就站立不住了 撒旦的国就站立不住了 我不是靠着撒旦赶鬼 不是靠着别西福 我不是靠着别西福 因为没有这个道理 因为没有这个道理 一定是进去捆绑他的壮事 一定是进去捆绑他的壮事 其实我就是进来捆绑撒旦 就是我要进来捆绑撒旦 是神的国临动 是神的国领道 这是第一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 就是识识独圣灵的 永不得赦免 凡涉毒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耶稣说我是靠着圣灵讲鬼 他说我是靠着圣灵讲鬼 我是靠着圣灵建立神的国 我是靠着圣灵建立神的国 你却说我是靠着鬼王 那你却说我是靠着鬼王 你是窃毒圣灵 你是蝎毒圣灵 你是拒绝神的国 你是拒绝神的国 你的罪永不得赦免 你走啦 那他说家里人说 他疯狂了 你走吧 但是耶稣说 凡是遵行神旨意的 耶稣就说凡遵行神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他的弟弟弟妹妹 甚至他妈妈 甚至他妈妈 来叫他回家 他告诉他们 他说我在这里是行神的旨意 我是戴下神的国 我是戴下神的国 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心意 你们是我的亲人 但是你要遵行神的国 但是你要遵行神的国 遵行神的心意 你才是我真真正正的母亲 你还是真真正正我的母亲 和我的兄弟姊妹 所有人都是 你遵行神的旨意 你遵行神的旨意 才是我的兄弟姊妹 你才与神的国有份 你才与神的国有份 是我的兄弟姊妹 是我的兄弟姊妹 我是天国神国的主 我是神国的主 我戴下神的国 我戴下神的国 你们遵行神的旨意 你们遵行神的旨意 现在你要相信这一切 现在你要相信这一切 我是靠着圣灵感规 我不是癫的 我不是癫狂 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你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是耶稣对这个 撒旦的攻击 一个的反弹 这个是耶稣对撒旦的攻击 一个的反弹 一个的还击 一个的还击 他的回应 在他回应里面 在他所做的一切当中 在他所做的一切 神的国从耶稣确立了 耶稣证明一件事 耶稣证明一件事 我是靠着圣灵 不是靠着魔鬼 我不是靠着魔鬼 魔鬼不会打魔鬼 魔鬼不会打魔鬼 魔鬼的国就站不住 魔鬼不会打魔鬼 魔鬼打魔鬼 神的国就不能确立 我现在是靠着圣灵 我是在魔鬼的角度里面 确立了神的国 我是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确立了神的国 我要将魔鬼所核制的人 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 我要把那些 在魔鬼瑕疵下的人 拯救出来 这个就是基督 这个就是基督 就是救主 就是救主 就是神的义治 就是神的儿子 Amen 兄姊妹 我最后翻回 第七第八节 弟兄姊妹 我们再回来 看第七第八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那一个加利利的地方 在那加利利的地方 是希律所管制 希律党人的势力 希律党的势力 在那边 于是耶稣退到海边去 于是耶稣退到海边去 隐藏在那个地方 隐藏在那里 退的意思就是隐藏在那里 退的意思就是隐藏在那里 但是没办法隐藏 但是他没办法隐藏 周围很多人听到这些大事 就从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来到这个地方 就从不同国家 不同地方来到这个地方 要跟随他 来跟随他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来跟随他 然后第八节 就是四方的人都来到他那里 第八节 四方的人都来到他那里 跟随他这个跟随呢 跟随他这个跟随 就好像门徒的那样跟随他 就好像门徒这样跟随 他的原意就是 in the same way with 原意就是in the same way with 就是耶稣所走的路 就是耶稣所走的路 他们就是同样的 走过一条路 他们就是同样的形象的路 走同样的路 他们不走世界的路 他们不走世界的路 他们走耶稣的路 耶稣的路是什么呢 耶稣的路是什么呢 神国的道路 下一张耶稣讲神的国了 下一张就是耶稣讲神的国 这张是讲到神的国开始了 这里讲神的国开始了 耶稣是走神国的路 耶稣走神国的路 所以面对撒旦仇敌的攻击 所以面对撒旦仇敌的攻击 耶稣继续走神国的路 耶稣继续走神国的路 他在安息日里面 他在安息日里面 很多人来花里彩文师来试探他 要控告他 他走神国的路 他叫他们得医治 当耶稣走神国的路的时候 神国的大事就发生了 当我们跟随耶稣走神国的路的时候 当我们跟随耶稣走神国的路的时候 神国的大事也要透过我们来发生 神国的大事也要透过我们发生 我们就会成为神国的门徒 我们就会成为神国的门徒 好像这十二门徒一样 并且我们会起来 进入神国的争战里面 就是与撒旦的国度争战 其实是不舒服的 但是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价值 但是却有非常非常大的价值 因为这个是天父的旨意 我们这样做 我们才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和母亲 我们会付代价 孩子们我们要付代价 这十多年来 我还是在付这个代价 我们不是追求与众不同 但是我们自然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是走神国的路 这十多年来 我就是紧紧一步一步的跟随耶稣 这十几年来 我们就紧紧的一步步跟随耶稣 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 神国的大事就发生 神国的大事就发生 十几年来 这十几年来 做什么 哇 都是满有神的恩宠 都是满有神的恩宠 你看到Favor 那你看到Favor Favor的名字就是恩宠的意思 Favor的名字就是恩宠 就是神的恩宠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的恩宠与我们一起 神国的大事发生 神国的大事发生 我们很多神国的门徒出现 我们很多神国的门徒出现 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小组长 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小组长 今天还包括我们很多的孩子 包括你们 都成为神国的门徒 都成为神国的门徒 求主继续使用我们 求主继续使用我们 祝福你 Amen 祝福你 感谢观看